我们一贯认为国家间开展合作应当适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 不应该搞排他封闭的小圈子 我们希望有关国家多做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的安全和互信 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情 20国集团的外长会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 特别是在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和全球挑战很多的情况下 中方期待20国集团能够体现责任担当 为全球的发展和繁荣做出贡献 我们也注意到20国集团成员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希望20国集团成员相互尊重彼此关切 这是美国捏造借口不择手段打压中国企业的又一个例证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我们敦促美方尊重基本事实 并弃意识形态偏见 停止滥用各种借口 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为中国企业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待遇 中方也将继续坚定维护本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支持中国企业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在乌克兰的正当合法权益